竹竹苗 有沒有可能大新竹的合併 好就是新竹市的市長林志堅 他提出來的 他覺得呢 現在我們的最重要的一個科技重鎮竹科 分別在新竹市跟新竹縣 所以他覺得竹竹應該要合併 好可問題是呢 很多人都在講說 欸不是啊 你已經做要七年了 你先前怎麼都不說 現在即將要卸任了 即將要認滿連任也認滿了 你才講說必須要合併 那成立了一個新大新竹市 是不是變成說你又可以重新再選 而且呢 還因為這一件事情要變大新竹市 可能要來修地質法 不然的話不可歸 覺得有因人設施這麼一件事情 也有人在講了 如果你更通盤的考量 應該是要把苗栗也放進來 可問題是苗栗願意嗎 苗栗人最擔心的就是什麼 就是被邊緣化又或者是被消失 那甚至呢 苗栗縣長他在講說呢 他在跟這個林智堅通電話的過程當中 林智堅有跟他講過啦 說發展比較好的竹南 還有頭份呢 他覺得其實很簡單嘛 這個部分可以歸新竹 如果呢在往南的這些地方鄉鎮呢 是可以歸台中 讓他覺得說真的是機關算盡 好這件事情呢 在民進黨他們的看法就是 他們是為了整體發展好 覺得國民黨呢小鼻子小眼睛 但國民黨部分認為這一切就是選舉考量 來請教明賢哥了 其實現在大家都在講啦 要升格 很多人為的都是更多資源嘛 統籌分配款就是這樣 台灣又這麼多錢對吧 那你現在呢 林智堅突然已經快要認滿了 七年內都沒講 現在通常講 很多人都質疑他是 因人設施 現在可能要因人修法 你怎麼看 這個其實不是 大新竹合併升格條款 這個叫做林智堅條款 就是阿堅條款 你有的市長做七年要下來 做八年要下來嗎 然後你為自己量身訂做 為了智堅下一份工作 然後來修法 然後就討論一個大新竹合併 真的誰把眼睛畫面不要看過這個人 真的有 我覺得太誇張了 這個叫做 擺盤條嘛 就是說我們在比賽之前 我們要去比奧運 然後規格說 我是為自己說 這個規格就是為我所有設計的 要升高要多少 然後髮型要像林智堅這樣子 然後要合併為我怎麼樣 然後排除所有人 可以這樣子嗎 我覺得太誇張了 就是說 為了 如果是為了台灣好 為了大新竹好 怎麼樣 譬如說竹科最近發展很好 包括整個竹北 整個變成一個產業聚落 那你譬如說 那如果你要合併的話 你苗栗不用考慮進來嗎 那為什麼就為了大新竹好修訂 從升格從125萬下修到100萬 這不是量身訂做嗎 那第二個 如果要下修人口的話 全台灣 第七大縣市 那你彰化縣怎麼辦 彰化已經超過120萬人口了 如果超過現有的 升格的規格的話 彰化縣是不是要先升格 那彰化縣升格的話是單獨升格嗎 還是要跟大台中整病 所以 不要為了一個人量身訂做了 現在好像說 就等一個人 等林志堅 為了幫他找下一份工作 然後來修法 然後調整大新竹整病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 本末導致 剛剛彥宜講的很好 現在譬如說 很多人在討論所有資源 全台灣的所有的統籌分配款 七成確實到直轄市 所以集中到六都 你包括人口都集中到六都 這也是所有台灣的 目前的一個情況嘛 就是說人口往都市流 那所有 超過七成的統籌分配 分配管都在直轄市的時候 你不是直轄市 譬如說苗栗 彰化 南投 這些他就說 我分比較少 那你要怎麼去調整 調整這些分配不均的問題 應該是要修財化法 你民眾這張那麼久了 這張五人年了 你財化法討論了沒 這個其實是 正本清源 才是真正要解決問題的 你說過去長期說什麼 南北不均 資源是縱北侵南 好你去調整 那台南市高雄市都升格直轄市了 那現在你要怎麼去做調整 包括國土分配的話 真的是要去調整 是財化法要去修整 要去調整 要修法 現在不是 你為了臨時間下一份工作 然後說要修法 然後要把大興竹整病 我覺得這個真的 沒有人這樣算 所以我覺得說 而且林士堅昨天還宣佈說 他為了大興竹市長 他準備好了 我覺得這種講法實在是讓人家 真的很誇張 為了林士堅準備工作沒問題 你就入閣 我覺得內閣改組 幫他準備一個位置沒問題 不要為了大興竹未來 然後幫林士堅量身定做 這種改變遊戲規則的一個方式 會笑掉人家大牙